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經過了三年時間 最近終於收到風聲 有機會不用再戴口罩了 最後可以自由呼吸新鮮的空氣 所以我想大家都好想出去玩 今天我就介紹一個想法給大家 是我媽媽發現的 她早前告訴我 在一個地方免費有租單車 可以對著圍桿很安全地踩 我都覺得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 跟她去試呢 又真的 所以我就不如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然後怎樣租單車 可以踩多久 環境是怎樣 單車是怎樣的 事不宜遲 我們Let's go 差點說得太開心了 其實今天還是要戴口罩的 我要先去貼螢幕貼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到 她是列到體毛原夫的 現在 旁邊這裡 這個是Caseify的 還要是公關品 其實我本身是有她們黑色邊 草鑑離身那個 是很好用 怎樣跌呢 螢幕貼也沒事的 但是這一款呢 然後我跌了一次 兩次 三次 是每個角都裂光了 誰不等我啊 誰走得這麼快啊 你幹嘛不等我先啊 Hi Hi 大家如果有什麼標要換電 耳環甩都可以找她 Chopper Heidi小基金會感謝你的 我連電話號碼都掉到爛了 有個堂哥是弄這些 你說多好呢 我愛你啊 如果我的觀眾過來 會不會有一點優惠啊 有的 答你的名字 達朵 達朵 一定要達朵 不達朵不當普通人 OK 我幫大家爭取了 可以了 這裡的位置就是在中環利源西街 對面就是Sara 第二檔就是我哥哥 然後再隔離一點 這裡有一個是賣衣服的 再隔離我爸爸那裡有客人 對 總之第3還是第4檔 跟我一樣養的就是我爸爸 不是趕著 我踩單車了 嘩 好快啊 我們的目的地呢 就是在摩天輪那邊 走啊 走啊 知道了 知道你懂不懂得到 走得了嗎 Chopper是很熟悉這條天橋的 因為我們去長洲都會經過 沿著天橋一路走 然後去到這裡 都是這樣一路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過去最嘟嘟那裡 到去就會是摩天輪 然後我們租單車的地方 都是在那裡的 我事先用了電話app去預約的了 記住要預約 不然我們試過是即場去到是沒有車的 一落到來 摩天輪那裡 向前走的 你就會看到 有很多這些 很漂亮的照片 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真的再向前望 我們來到有很多單車 然後旁邊會有一個櫃頭位 我現在就拿電話的 就過去拿單車 有什麼師傅方法給按金 給現金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裡有什麼方法可以給那個 Visa Master師傅會出給現金 好 麻煩你 Thank you 搞定了 我們成功拿車了 租的時間就會是一個小時的 由中環這裡 就可以沿著海濱踩到差不多會展 你會看到又有這個貨櫃 地下也有些線去提示 究竟哪個位是開始踩 然後哪個是結束的 現在應該是我媽媽去踩 這個Logo之後 就是可以踩單車的地方 都很多人踩的 這裡是很適合初學者 或者是好像我媽媽一樣 20年沒有踩過 就最安全的了 完全沒有其他車的 那原路是 可能有些人有些狗 要懂得去避 但是這條路也算是寬的 我自己覺得 最好就是這裡人又可以 狗又可以 單車又可以 比起將軍澳 大埔 大圍 我覺得是相對於 小學程度的一個地方 而且不用錢就最好了 你看到我眼神飄回去 因為要看著Chopper 雖然他綁著繩子 但是他要找我媽媽呢 他逐個人在找 他一直這樣追著我媽媽 究竟是我媽媽 捱單車的運動量大一點 還是我要這樣跑 好 出發又加速了 但是沿著這個海 吹著海風這樣去做運動 是挺開心的 如果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就更加好了對不對 這裡有些山洞 然後有些山洞 比小朋友比狗仔玩得很開心 你看看他 開心得到 嘩 棒了是不是 題外說我超喜歡這種 狗便便收集箱 是可以踩的 因為平時那些 是要自己揭蓋 我就覺得很不衛生 這種可不可以全香港都轉了 多喝點啦 跑了很久了是不是 那現在就到我了 我打算計時來回要踩多久 推 出發啦 這個是我很大的頭 這部單車是很基本那種 沒什麼防震 大家學踩單車是多大 還有在哪裡 我小時候是爸爸教我的 應該八至十歲左右 在大圍的單車公園 是一個拆了的 又是年代的回憶 那時候在香港是可以買雞仔和鴨仔做寵物 我還記得是五元一隻 然後我就養過一隻的鴨仔 我現在是用手去固定GoPro 因為很久沒用 我不知道那些架去哪裡 我用了一條推理 把它綁在單車那裡 然後用手去拿著它 讓它不要動得那麼厲害 它會轉彎技術是不是很好 我跟很多朋友說 說有免費的單車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反正是不用錢 應該每個人都有這個權利去享用 不可以私藏的 我有放過是IG story的 但是拍片的話 可能會多些人可以享受這個服務 路程不算長的 但是如果你有小朋友 你想安全一點 親子活動 或者拍拖 吃飯前吃飯後 想有健康一點的東西去做 這樣也不錯 好啊 我回來了 小卓子 我們去拍車 耶 多久啊 11分鐘 原來這樣來回踩一個圈是11分鐘 是的 是的 我回來了 有沒有很想念我 我們很久沒見了 對吧 這麼快就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去還車 就是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 用電話app show app 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好了 我們踩完單車 現在就去吃東西 做完運動 去醫肚 對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介紹 不知道一會兒會去哪裏 可能都可以拍小小的VLOG 給大家去看一下 總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提供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加到三點 和星期日更加到12點 不過下個星期應該會暫停 因為我去日本 就未必有時間剪片 不出片的話 我會公布 IG和Youtube 都會告訴大家 對 讓我休息一下 Anyway 我們下次有影片再見 拜拜 休息一個星期 再下個星期會有影片 會 revenues 我們知道 坊不能給我 以及我 走三點 可以 休息一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